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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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这四行仓库是四大银行共同出资的仓库 里面存有大量的粮食 医药用品以及弹药 仓库建造老骨 并且仓库的东面和南面是租界 日本人不敢用飞机大炮攻打 是个一手难攻的好地方 当时日军对四行仓库发起猛烈攻击 军被谢晋元帅部击退 租界中的英国驻军不忍见他们这样拼命防守 曾经多次劝说谢晋元帅部退入租界 只要谢去武装 就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被谢晋元毅然拒绝 上海市民听闻了他们的事迹后 无不感到敬佩 趁他们为八百壮士 实际上只有四百多人 当时谢晋元为了壮大声势 跟英国记者透露的数字是八百人 谢晋元共帅部坚守了四天四夜 击毙敌敌人上百人 伤着无数 而孤军仅牺牲十余人 二 公共租界初而反而 将孤军幽禁孤军的英勇抗战 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并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行和赞扬 但上海公共租界当局 却害怕战争连累到租界的安全 于是电 请国民政府下令孤军撤退 谢晋元这才在坚守了四天四夜后 奉命重新拉击桥撤到公共租界 谢晋元本打算撤退后 通过租界 向上海以西方向归队 重新加入抗日战争 没想到退入公共租界 后枪械被租界当局 收缴 人员也被控制起来 被软禁在交东路兵房 这个地方被称为孤军营 在租界内 孤军忍受着外国驻兵的欺负 1938年8月 谢晋元为811出师和813抗战双重纪念周年 向租界公布局交涉 要在营内挂国旗 结果遭到公布局的多番阻挠 好不容易在8月11日的早上升起国旗 没想到万国商团派白额队 冲入孤军营抢其行凶 有三名战士为保卫国旗而牺牲 上百人受伤 原来是万国商会怕日本人看到我国国旗在租界升起 担心日本人的劫难 当天抢走了国旗后 第二天又将谢晋元等十余人将领 又进到白额队司令部 全体孤军以局势来抗议 得到了上海人民 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三 为政权收买不成 于是将谢晋元暗杀谢晋元 在被软禁在租界期间内 日美曾多次向他威逼利诱 当时孤军的状态是被软禁在租界内 但租界外的人可以进来看他们 也可以相互交流 均遭到谢晋元的言辞拒绝 后来汪伟上台后 也曾上台引诱谢晋元便截投敌 不过都被谢晋元拒绝 汪精伟又强不成 就开始策划阴谋 派人收买孤军营内部士兵暗杀谢晋元 谁也不知道这四个人是怎么被收买的 因为他们都能坚持跟日本人对阵四天四夜也没有辩解 最后却因为某种利益而杀害自己人 其实在汪精卫收买这四个叛徒之前 日伟也曾多次策划劫持或暗杀谢晋元 多次派日本浪人或汉奸 怀里藏着手榴弹或枪械等武器 闯入孤军营中暗杀谢晋元 但都没有得逞 谁也想不到 这么一位抗日英雄 最终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四 四个叛徒的可使下场 或许是汪精卫给予了这四个叛徒足够的好处 或许汪精卫保证他们刺杀完谢晋元后能够全身而退 就此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设想罢了 这四个叛徒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刺杀谢晋元后被全体孤军当场擒住 交给租借当局处理 而当局也迫于全国人民的愤怒 将这四个叛徒处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